腰板用 我想搬的非给你弄搬 弄断的路更宽了 我把你中的梦翻了 哦把你中梦都翻了 我是柏姐的视频高T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听 灰子和突死在TWH电台表演的歌曲 突灰猛进 不知道歌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反正我看到很多人在刷 那么这两个人可谓是说到北京说唱 都必须提到了人物了 今年他们也会征战新说唱 而且距离他们出现在综艺 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现在他们的货是否纯正 在综艺上的表现是否值得大家的期待 我觉得看完这期 大家心里就会有一个结果了 这里致敬了功夫那个经典的角色 杀手排行榜第二的天长地区 我喜欢说话之间聊当不喜欢 就让挖的讨厌买光的也不太喜欢那帮光的太宽的 被关的笼子里最弹的 是你把强人快餐的 我杀了你个蛋里照搬的 为了遥望太山吧 我四句话要人就关了 又酸的都火又窜了 他喊的都叫的正欢的 你腰板硬 我想搬的非给你能弯的 冷断的都更宽了 我把你中的梦翻了 哦把你中梦都翻了 很上官哎这句 哎这句我认同 活底料 嘿嘿 改歌 嗯好慢好慢 他们真的很喜欢盖哦 肚子 把爱的东西减卖良心上要欠债的 为了过得越来越好 都开始变坏了 这责任推给任何人都始终陷害 中文说唱要死了 怪我一直睡到现在 现在我拿起的不是卖是尼采的画笔 画一幕戚风尖草 画过人多的大鱼 诶 诶图子这几句真的很帅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过度解读 反正我看到他前面几句都是说的中文说唱满目参移 然后他说他用理采的画笔去勾画出他心目中的中文说唱 他这个理采除了致敬艺术家理采之外 我觉得还是谐音 尼采的意思 我觉得图子这里应该是想表达 能够画出中文说唱美好的画笔 被大家踩在脚下 所以图子现在把你踩在脚下的画笔拿起来 再去重新勾画他心目中的中文说唱 反正我个人觉得这几段歌词是这样解读的 我觉得蛮帅的诶 你可以踢到我踢到北京不用踢当年 不用踢当年了 我就是新的光源 属于地下的 这一段他有设计的 他说不用踢当年 然后图子就把他的帽子脱下来 这里有回应当时他在新说上里面替法的那一个片段 然后他把帽子一脱 下一句就是我就是官员 就是有点想到那些官照到他身上 然后反观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设计有一种那种过去的词 有不能定义现在的我 蛮帅的man 可以踢到我踢到北京 不用踢当年了 不用踢当年了 我就是新的光源 属于地下的肚子 充足的日照 一辈的深沟 是为了让你能不吃饲料 北方的农风 回市南下席卷到知道 你们代表这代表 那能不能代表中国制造 像阿国头 有烈有独特的面头 不光负责冲口 我还有带你找回源头 我脑袋里又矿进去 是不断缠的缘由 我的梦是要把这儿的血脉 灯洒到全球 我玩了血脉 先知二岁快 要本地的眼神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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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该的真有样 拆的时候我得在 手指着天 这份传递到没带 我的黑派 北派 新知二岁快 让本地的眼眼收拾外来的 鬼怪 都该的真有样 拆的时候我得在 手指着天 这份传递到没带 帅啊 哦 把手指着天 这份传递到没带 叫声 把手指着天 这份传递到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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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 他们这一段 Scratch 太对位了 我觉得听过 纯正 old school 东西的人 都能get得到这一段设计 就是我们以前听的 那些经典说唱 他们在歌曲里面 会经常融入一些 hip hop dj 的元素 baby scratch 还有人生的 scratch 等等 然后他刚刚有句歌词说 带你找回源头嘛 所以他这一段设计 和刚刚的歌词相呼应 噢 我真的有点感动 我玩的hip hop 心智儿 最快 那本地的烟雅 收拾外来的鬼怪 楼盖的真有样 拆的时候我得在 手指这天 这份传递到没带 hip hop 北派 心智儿 最快 那本地的烟雅 收拾外来的鬼怪 楼盖的真有样 拆的时候我得在 手指的天 这份传递到没带 帅帅帅帅帅帅 北派 来自于 兔子 还有灰子 OK that's cool 兔子和灰子 这一次真的太帅了 整场表演 无论是演唱 两人的配合 以及支起动作 我个人认为是 非常完美的表现 至少我是看得很爽 看得非常的享受 而且他们不只是嘴半说说 真的是在这个视频里面 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节设计 然后把我的思回 带回到当初听hip hop的那种感动 然后就是这首歌 把中国味的hip hop 做得十分的足 它的伴奏不像是 盖着那种非常直观的中国风 歌中的情削 琵琶 只是做蹭托作用 反而是突灰两人 用语言把整个国位放大 这种感觉不像是盖 他一开口你就说 啊 this is China 他们给我的感觉是 你听完之后觉得很过瘾 然后回头才发现 oh this is China 这也就是在这首歌里面 他提到的这种梦还有盖 而且这两个元素 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歌曲里面 如果你有看他们的reaction的话 他们也非常的respect盖 所以我觉得在歌中 他们应该是 带有敬意的去cue盖盖 把盖当成他们想要超越的目标 是非常有良性的存在 最后就是按他们 现在这样的状态去上新说唱 我觉得只要不被赛制 或者节目组安排 肯定能够杀到最后 但是我很到期 目前新说唱已确定的导师里面 哪一位能够把他们身上的优点放大呢 这是个问题 那么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wikoT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